男头一名55岁的林姓厨师 他下班前吃了五六碗的麻油机跟烧酒机 之后就骑车要回家 不过半路上因为他这个机车的车尾灯不亮 被远景式蓝亭盘查 虽然没有喝酒 不过麻油机跟烧酒机内的酒精 让他当下是酒测局超标 加上这一次是他第二次酒驾 依法一颗罚金折合是9万元 等于说他平均吃下肚的麻油机 每碗就要价1.5万 前面这台机车车尾灯没亮 远景马上将骑士拦下进行盘查 虽然只是车尾灯坏了 但远景为了安全起见对他实施酒测 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喝酒 但数字会说话 虽然乖乖配合警方 但抱歉酒测值0.29明显超标 一问之下才知道这名骑士是厨师 下班前吃了五六碗 还有酒精的热腾腾的烧酒机麻油机 之后骑车上路 坦承自己有酒驾前科 只是几碗烧酒机麻油机 还是让他浑身酒气 一般在这些补品里面 通常都会添加酒 在我们人体里面 代谢通常都要一段时间 大概至少10个小时 还没等酒精退就骑车上路 难途这名厨师二次酒驾 最终被判三个月有期徒刑 可一科罚金九万元 换算平均一碗麻油机或烧酒机 就要一点五万元 当事人虽称依其从事餐饮业 需测试含酒精之时产 为期酒测值为0.29 仍然超标 警方能依法征办 厨师因工作需求 平常含有酒精的料理 却不知道自己意外酒驾 这换来的代价可真高 记得中文报导